我不要求滿漢全席 我也不要大魚大肉 我現在滷肉飯都沒有 光頭賣菜狼 當時這段真情告白 要資源滷肉飯說 讓人講到滷肉飯 就忍不住想到韓國瑜 但誰都想不到一碗滷肉飯 成為韓國瑜在高雄生涯的 經典開端 最後還真被他吃出選票哲學 吃久了就熟了 吃久了 女的老闆生綠的 被我活活自成生懶的 你保鑑勁 保鑑勁拔掉而已 變好朋友了 就是靠著這碗滷肉飯 殺進高雄 去年韓國瑜 剛從台北南下接黨部主委 一週少說要來這打兩次雅記 達到政黨片隊的老闆 都無法抵擋韓國瑜魅力 今年四月 還主動邀請他到店裡吃飯 社會龍團隊 這次就要帶大家重回 當初韓國瑜第一個 成功翻轉的地方 美食的天堂 最代表性的就是 是我們的肉色盆 這也是你一開始最經典的食物 肉色盆 這用手工切 高雄的一些小吃都非常棒 這是真的吃完 吃肉 還有香 還有好吃 不是說太貴 非常便宜 平米小吃 平米小吃 味道非常好 吃了一碗以後 繼續去打拚 你都點哪些 豆花盆 豆花 魚貢丸 這也是你喜歡的 對 這什麼 黑黑的東西 這是魚腸 魚腸 這個招牌 這個限量 朋友 我喜歡吃滷肉飯 所以考得這一家 我一直覺得好吃 無邊的好滋味依舊 只是老闆娘和幾個月前相比 更熱情了 快走一趟 老闆不能吃到一趟太爛了 但回憶一開始 客服是這樣 來的時候態度 因為他們是綠的 糖果只是綠的 慢慢煮以後大家就變成 感覺非常愉快 都是很好相處 你看老闆娘 人家看到我都不笑 現在看到我就笑 感覺我很像搖錢樹的樣子 這跟我們的 我們高手指的 是一樣 我們拚 我跟你講拚 全然最有前程是 下市台北 第一次的反應有點高 對 只是說沒有很深入的去瞭解 只是說 他說他人的作為還不錯 就慢慢熟了 對 就慢慢就熟了 最主要是做事情比較有獲利 因為很高興 因為我們今天跑的 是快點越來越快 大了就越來越快 比較高興 好險吃那邊 不像以前剛冷 就是在附近 附近跟在蛋黃去跑 因為蛋白也要大量跑 才剛結束造勢的非公開行程 韓國瑜好不容易抓到時間晚餐 算算吃完滷肉飯 就來了超過十個支持者找拍照 韓國瑜二話不說 放下晚餐 通通來著不去 加油 加油 我給妳 謝謝妳 一 二 動作 好 合作 謝謝 OK 幾個月之前在旁邊 吃飯的時候 會有那麼多民眾 你來拍照嗎 因為有 但是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再來一個多次的加油的 我們這個老公主 幫你的差點很多 只拼了一瓶礦泉水 和一碗母肉飯的麥菜狼 在專制搬出 綠大雲瀾的港督 旅出新招 清理出優勢好戰場 更意外將高雄選戰 打出戲劇張力